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看DNEX DNEX,呃,这样它在这根K线啊 大涨的时候呢,那时候我们有去看看下 它主要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呢,就有一个 很大的买盘就涌入,呀,把主价推上去 呃,然后四五点的时候呢,就 就,量的就少很多,只是有一个 只是算点有一个,呃,买量,涌现出来,呀 过后就没有了,那时候我就讲说,这个 不知道是有人去丢货呢,还是出货,呀 还是去接盘,因为成交量是两方面的事情 一个是买,一个是卖嘛,既然有人肯去买 肯定也是有人未卖,呀,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就说要等,呃,多一天呢,看一下它这个 看一下它有没有继续往上通,如果继续往上通的话呢 就是这买呢,是有人去收,有人去,呃,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买盘就继续把股价推上去,如果它是下跌的话呢 就说,诶,这个提示是有人要出货,啊,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,这个K线是这个嘛,这样你可以看到它这三天呢 都是没有,呃,它的股价呢,是没有 涨上去,这条K线的最高价,也就是这条线,呀,没有,没有出现 而且成交量呢,你看这两天是越来越低的,当然它有这个 Dividend Adjustment 啊,Dividend Adjustment 也就是说那时候,呃,买盘unotline呢,可能就是要 因为这个Dividend,可能是因为要 啊,拿这个Dividend,啊,这个也是可能的 嗯 现在股价没有突破这个K线,老实讲是 啊 它是瘦瘦罢了啊,不是很漂亮的啊 呃,要股价等它,要等它 啊,涨上这个条K线的最高价呢,我们才叫做确认 确认就是说,诶,这个确认了,诶,好像不错了啦 可以去考虑去介入 另外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说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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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根 头码风,大概是1.15左右 啊,也是这根啊 这1.15呢,这边有个头码风啊,是这边的,哎呀 所以这个也要小心一点,因为这边很靠近这个 主力线 啊,就算你过到 就算你过到这条最高价啊 你也没有过到这个1.15呢,啊,还是 不知道的,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啊,主力线,呀 嗯,无论如何呢 它现在,它这个 二十 跟这个六十天的这个均线 还是往上的,肯定是有个 支撑的,呀,然后这边 一个很大堆,一大堆头码风也在 支撑着,呀,呃 基本上呢, 我是认为呢,它短期 它是会在这边 呃,一块钱左右的时候在盘整,呀 为 它一定要突破这条,这条线 一块,一点,呃 你可以讲说一点 呃,快二千吧 还有局位往上去,不然的话呢 都是在这边盘整罢了,啊 这个看你个人啊 我觉得长差是ok的,因为 MF60 二十都是往上了 那边又有支撑盘 短期里面是不会跌破啦,啊 不会跌到哪里去,呀 一块钱是很强大的支撑 现在是 一块零五分,也是相差不远 所以 会不会突破快二千呢,这个本人不知道 要去继续看下 有没有机会突破快二千 呃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就会在一块到快二千 这边盘整住,这就是我的看法 呀,继续观察吧 呃,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